钱 人家 别动手 小姑姑救命 人家 springs 听 了 语 快 前辈请带我同去 我不可离他左右 小姑姑 他俩很特别 不能分开 我们也去 你给我在这儿老是待着 这里就能救修大哥吗 若是这里都不能解毒的话 普天之下 便没地方能救他 只不过 这下小姑姑 不会轻易饶过我 小晴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有些头晕 心慌得很 你之前周车劳顿 再加上和天魔女一战后 杀气入体 受了血毒 不好办 你随我入村 找苏文长老 他擅长毒术 解这种邪毒 他信手念来 可是 你不是说不能进入村子吗 我不是很严重 没关系的 眼下也顾不了这许多 你这毒不尽快驱除的话 后患无求 他这个时候 应该在祭坛晒太阳 我们去找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植物看起来好奇特啊 大概是因为受到我们村独有灵力的滋润 所以与外界不同 村周围的草木都要比悬长的高大很多 这样我们村就不容易被发现 小秦 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好像摔桃园一样 谁让我家游嘛 你喜欢就好 阿游哥找到奇特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呢 这不是阿游嘛 你不想家吗 谁让我家给你了呢 那个有大石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祭坛吧 好有气势 素问长老好像就在上面 我们快过去 阿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这姑娘怎么可能 一言难尽啊 所以这不是来找您帮忙的 老夫瞧瞧 不过是一点小伤 好好 那开什么药呢 怎么 药方还要问老夫 出去这么几年 本事都忘了 是有些想法 但长老的方子 我不是更放心吗 从小就如嘴滑舌 那老夫更要考教考教你了 这病症已讲明 你收拾好药材之后 送到这儿来 那太费时间了吧 不然您先帮我把这个姑娘扔 又不是急症 一事半会儿也倒不了 要是这姑娘一好了 你还别讨价还价 有这功夫 你都回来了 女娲留下 我控制毒性 你快去 别让别人久等了 好吧 素问长老还是老样子 那我还是快找齐药材 药方 应该是柴湖 潜湖 穿胸 止咳 枪活这几位 村子里大多都有 都有 去找村人们借一下就好了 我听奶奶说 冰糖葫芦 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 几年没回来 不错 孙女还是和我前面一样 是不是啊 她又回来了 就是这些了 明白 快回去找夫闻长老啊 小抢 您比较怀 长老 我回来了 小晴 先让我看看你拿到的药材 倒也差不离 本事没有 你刚离开 长老就帮我解了毒 您老身上有药还叫我去找 考考你不行吗 老夫要回去休息了 你们就在此等桑梅吧 是 也不知道休息兄弟的情况 我没错了 可真是 你不可可想 你不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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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 我能不能够 你不可想 你不可爱你 师姐 你在哭吗 我是高兴 你得救了 人高兴时 也会流泪 此为喜极而泣 表明他非常在乎你 我也很在乎师姐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是我师弟 我关心你是应该的 谢谢师姐 我也会永远保护你的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这毒 你们如何会种此毒 说来话长 阿游说只有这里能解毒 你 是神祖 阿游的判断倒是没错 如果他不回村子 你早就没命了 毒性如此强 对 此毒名绝密便是神魔也不敌的奇毒 就出自这里 但绝密也只应在此 你们会在村外中召 十分奇怪 此地是毒杖拳 你知道毒杖拳 是阿游说的 神农九泉之事 在神界并非机密 前辈 阿游未说过任何事 方才 是我初次听闻毒杖拳一词 嗯 这小子 做事还算稳重 小姑兄弟 小姑兄弟 太好了 小姑兄弟 你没事了 阿游 在 小姑姑 我 一回来就愁眉苦脸的 想什么呢 还躲 知不知道家里多担心你 这么久信都不写衣服 还好一次回来 小姑姑 你到底是想我回来 还是不想我回来啊 别打了 疼 好了阿梅 肚子里的孩儿 也不愿看到娘亲生气吧 她是 你是阿游吧 常听你姑姑提起你 这是我父亲助你 还不快叫姑父 等等等等 成亲了 没想到母老虎也能成亲啊 是不是心里说我什么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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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带朋友先回家歇歇 等下来我这里 跟我说说外面的见闻 擅自带外人入村 你应知道会怎样 前辈 请让晚辈承担惩罚 我知道 多谢小姑姑救我兄弟 先去我家休息吧 前辈说的 前辈说的 善待外人入村 别担心 不是什么多严重的惩罚 但 但是也有惩罚吧 这个 嗯 修生地中的毒 竟然是绝命啊 我小姑姑说过 毒杖泉中 曾生有一种不味毒的上古妖蛇 吃了绝命之后 都全身溃烂了 因此只剩一副呆呆傻傻的骨架 变成了不生不灭的骨蛇 可怕极了 你能活着挺到全尹村 也真够厉害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修兄弟 你身体肯定虚着呢 歇息一下 多谢 你们先休息 我去和小姑姑说说话 很快回来 会是怎样的惩罚 别担心 你就安下行等我 好吗 嗯 小姑父是村外人啊 不过也对 小姑姑的胸那是出了名的 村里人谁敢取的 诶 这我的 小姑姑 小姑姑 你是知道村里的规矩的 知道 不得对任何人提起独张玄 和自己的身份 不得擅自离村 擅自带人入村者 服下古毒 终身不得离开全尹村 小姑姑 我愿意接受惩罚 但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 在面前逝去了 但是你这位朋友 好像不是一般人 小姑姑 小姑姑看到她的额文了吧 我怀疑 与春姿全有关系 自绝地天通之后 人家就再也未曾听闻有神族出没了 如今竟出现了一个 还成为了你朋友 不过小姑姑 最重要的是 我终于找到了那件事的线索 这是在北方发现的阵法 虽然规模不同 但是与当年出现的阵法 简直如出一场 并且在那个地方 又见到了那个怪物 确定是那奇怪的人偶 我绝对不会认错 有了这个线索 此事终于算是有了图过口 起来吧 可是惩罚还没 我让你起来 又想挨棍子不成 倒不仅仅是长了鸽子 好了 爸 去找你朋友吧 他们应该很担心你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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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若是你因救我受到惩罚 我替你担当 过命的兄弟 还客气什么 你们不要一副事役之词 也没必要 我们村子 关乎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你们是全首一族 我们世世代代都守 神农九泉 九泉为神农大神所疏通 凝聚了世上最纯粹的灵力 为天地灵脉之淑女 小晴梅听过神农九泉 总听过三族大战吧 听说过 不过小 其实三族大战呢 而我的小姑姑桑梅 既是全影村的村长 也是 竟是如此厉害的人 总之我的身份 你们也清楚了 那么萧武 你坦白告诉我 在卢龙军营时 你额头上浮现的神纹 和春资印记一模一样 不是巧合吧 我是福西大神 用春资灵力和神术果实 制造的新神祖 用于守卫春资泉 长久以来 我沉睡在春资泉内 唤醒我的是春资泉手 敖虚神罪 敖虚竟然是春资泉的拳手 等等 你还喊他神尊 我被神尊下属了 你都被搞成这样 还喊他尊称 可真对不住豁出自己性命 也要救你的月姑娘了 谢谢你 哎哎哎哎 等会再轻轻我我啊 我还有事没问明白呢 既然福西造你的目的是守卫春资泉 怎么你的职责 变成帮天狱缉拿逃犯了 我 理应听从春资泉手的了解 但这又关春资泉手什么事 魁宇他们害到春资泉了 好 香油 漂亮 香油哥哥 心里举办了宴会欢迎你们 祝先生拜托我 带你们去游玩 好啊 你先在外面等我们 你待会儿就过去了 有宴会啊 是啊 宴会的时候可热闹了 小兄弟 若是一时不能想到 到外面走一走 让思路开阔也好 香油哥哥快跟我来 大家都懂着你们呢 香油哥哥外面好不好玩 溜溜也想去村外了 还太小 再等个十年吧 才不想呢 我最喜欢全银村了 来 我知道桑油哥哥很久没回来了 一定不知道 我们这里气锅双鸡汤最好喝了 思璇哥的鸡汤炖得可好了 喝一碗尝尝呀 啊 思璇哥 好你个阿游 看不起人啊 思璇哥 给我尝尝 哎 还真的比以前强多了 思璇哥 你的手艺真的进步好多 那你们再来一碗 好 你们快吃快吃 我还要带你 香油哥哥 你在外面想家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看天上的月亮呀 月亮 看那个干什么 朱先生教过我们很多中原人的诗 想家的时候 他们都是要看月亮的 啊 还有这种想救 哎 哎 桑油哥哥果然还是不爱读书 桑油哥哥果然还是不爱读书 桑油哥哥 周姐姐 我带桑油哥哥来玩了 这溜溜 还带了阿游和她的朋友 来给我们捧场 嗯 桑油哥哥好久没回来了 其他的哥哥姐姐也没来过 我给他们当向导的 哈哈 溜溜可真厉害 周哥姐姐们 这个帽子 不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的 外面的人都没有这个手艺 好久不见了 你们还是这么恩爱 周姐姐的帽子 还是做得这么好 那你买一顶吗 这位姑娘姓白豆干 阿游若是给你买了这顶帽子 以后 你们就会像我和季哥一样恩爱哦 我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那样的关系啊 还狡辩 就是看不上我帽子的托词 没有没有 外面的帽子 这顶帽子你现在买我都不给你了 这位小哥 你拿一顶给那个姑娘带着玩吧 谢谢 师姐现在要戴吗 现在不方便 还有别的地方没逛呢 季哥哥 周姐姐 我们先走了 好 让玩得开心啊 篝火烧得好旺呀 要是村里天天都能办宴会就好了 小丫头小的还挺美的 小丫头小的还挺美的 这是我们最好玩的竹竿舞啦 这是我们最好玩的竹竿舞啦 你们全影村的人除了医术和独树海 也同样能歌善舞 在我们这里竹竿舞最能表示欢迎啦 大哥哥 大姐姐 你要 什么时候还添了这个规矩呢 阿游 你和晴妹玩吧 我和师弟不擅此道 去那边看你们玩 也是 要是没跳好摔了就难受了 小晴 你和我一起来吧 可 可是我 来吧 有我呢 这种椅子 阿游 有东西 你也讨厌一下 我借到这种下方的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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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掌管天狱的神官 掌管天狱 神尊曾为神界刑律长老 后调任天狱御长 同时也是春资泉权手 他在神界 素以极恶如仇 铁面无私而著称 我所觉所知 皆是神尊亲自传手 可是这段时间 我在人界所见 却是有许多违反神界律法之举 比如说 紫秋和我留在人界 都是违反神界律法的 还有 紫秋本身便是违反了神界律法 什么意思 神族诞生一时 天帝以自身灵力为业 凝聚躯体 赋予灵石 创造最初之神族 后天帝觉此法太过消耗心力 便以神术骨为本 再负自身灵力 宿称新神族 所以 神族皆是天帝所造 并无父母 但倘若神族结合 诞下神子 则神子成长时 会吸收父母灵力 令他们灵力衰竭而亡 神族数量本就稀少 长此以往 神族会走上陌路 因此熬须神尊制定神界律法时 最重要的 就是严禁神族情爱和声誉 犯进者 暗律永秋 所以 小秋应该是一个 同自己父母一起被关在天狱的犯人 让我仔细想一想 从头里顺 花柳曾说 自己本在天狱中 不知何时出现在人间 西渠 赤鱼 也都是天狱囚犯 这些凶兽若不是跟着魁羽 一起逃遇来至人间 世门长大 这跟熬须又有什么关系吗 按桑梅前辈所言 修无所中的绝名 是毒杖权特有的奇毒 连神魔也不敌 熬须是怎样拿到绝名的 拿着毒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付奎宇吗 虽然天狱中每次都蓝色熊熊 却没有伤害过小秋 没夺取过任何人的性命 熬须夕附身之际 奎宇甚至为保小秋 而不惜停下宫时 师弟 你现在仍然相信 熬须所作所为 皆为正道吗 我 相信与否 要靠我亲眼所见再做绝图 虽然偶旭让师弟陷入危机 但他之前那么崇敬偶旭 想要让他现在改变想法 也是强然所能 无论怎样 小秋被天魔中炉走 俘获未知 师弟是如何到魔界的 通过九泉灵脉 到达魔界的炎波泉 师姐想去魔界吗 嗯 神魔之锦早已封闭 能破开六界封印的春姿剑 也不在我手上 更何况 那里充斥浓厚煞气 人族根本无法承受 魔界煞气 琴妹 我知道仙霞派总是与魔族颇有缘 不知道仙霞 是否有抵御煞气的方法 这个 我不知道 不过师父或许知道 你该不会想去找小秋吧 我正有此意 岳姑娘 我想小秋或许已经 不 天魔中不会对小秋下手 他应该还活着 奎语几次出手 都对小秋有所顾忌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不会加害小秋 真的 奎语即使叛逃了魔界 在新神族中 名声仍然很高 我也从未听闻 天魔中草间人命 若非任务在身了 我并不想与他们为敌 不行不行 魔界哪有那么容易进出 我 九泉灵脉 难道你是想从独障泉 去到魔界 所以等一下 我想去见桑梅前辈 看他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 到魔界阎波泉 我们一族守卫独障千百年 就是为了独障不出乱子 我觉得小姑姑可能 不会同意吧 还有 那个阎波泉 我记得不是地火源头吗 去了那里 还没遇到魔界杀气 搞不好就先被烧焦了 阎波泉内 充斥着极强的地火之力 人族怕是无法通过 不过有我保护师姐 应该无碍 你能一直在小丫头身边 寸步不离地保护吗 还战前辈 九泉灵脉混乱无比 与其让他分神保护你 不如寻个至纯火灵的仙兽 与本山神配合 再强的地火 也能保你们安然冲攻 至纯火灵的仙兽 明术门搜集了大量的仙兽资料 说不定有线索 那防魔戒杀气的护服 我也可以去问师傅 要不 我带你们先去见我小姑姑吧 如果她不点头 你们选什么仙兽 做什么护服都没用 这事要是我能做主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还是先去找小姑姑吧 你们几个想要通过毒杖权前往沿波 只要我再任一天 就绝不会让你们这么做 但如果是别人当权手 或许可以 小姑姑 你若是想带他们去 就要承担起这个责 上次的权手试炼你逃了 这一次 你还要魔戒危险重重 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还是直接放弃吧 不 我不会 族长 我请求再次进行去 好 若你能通过试炼 终身不得离开全隐村的惩罚 可以暂缓执行 并准许你接着调查四年前之事 但若你不能通过 便立即接受惩罚 我接受 明天一早 我会在毒杖权入口等你们 暂缓实行 那就是将来还是要警察 我看 还是我去同桑前辈再谈谈 毕竟你是为了救羞无 才犯了存规 哎呀 你们俩就别操心了 现在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去魔戒找小秋啊 我先带你们去休息吧 小姑姑也把客房收拾出来了 有劳了 对了 我们村房子不多 要委屈月姑娘和小琴琪一起了 不委屈 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和月姐姐 一起说下家话了 是我们汤药才是 那我 你和我住一间 你还想和两位姑娘住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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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启全手试炼 可是查明了一遍的真相 长老 四年来阿游在外调查 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但我相信 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选拔全手 是村中头等大事 不可等闲逝之 我知道 所以阿游必须通过试炼 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 所以阿游 咱美 MOD 等线 会不会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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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又偷跑出去玩 看来又劈咬是吧 好险 昨天逃了长老的一刻去抓兔子 我就知道小姑铁定又饶不了我 还好我一早就堵到外面来 不然又得挨打 人哪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今天是小姑铁的法术课 现在回去 简直就是自投罗啊 反正都出来了 不如打几只山鸡 拿回去还能呼呼小姑铁 老友 你简直太聪明了 不愧是你 你 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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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 我 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你跑啊 你再跑啊 打中了 我们是天下第一神射手 打中了 我们是天下第一神射手 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趣 那我一定就不会再投科了 要是真的一样 我学起来了 包专比莫大哥还厉害 四只山鸡啦 对了 再打一只送给苏温长老 收了我的礼物 他就不能再生我头鞋的 小姑姑是村长 又是独战团手 不是应该忙得团团转吗 怎么还能有这么多时间 地 果然在这里 莫大哥 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 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 你却跑出来玩 他天天逼着我学法术 太闷了 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 拳手失恋没几天了 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 玩心要收一收 收什么呀 拳手肯定是你 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 法术 我白脸 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孩 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 要是我当上了拳手 那时候 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他也 穆大哥 穆大哥 要是你当上了拳手 会不会向我小姑不求去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你枕头下面 是小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 他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 可从来没见你带过 我还以为你弄丢了 没想到你那么小心地藏起来 你翻我东西 你 你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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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大哥 你真没眼光 看上个母老虎 臭小子 给我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穆大哥 我求饶还不成吗 求饶了 求饶了 穆大哥 又是这个猫 你醒了 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这就来 哎哟 哎哟 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 是昨晚没睡好呢 没事 时间不早了 出发吧 哎哟哥找到媳妇了吗 不是 来 都没给我进去 你 穆大哥 你会想砸吗 我一定会通过全手识练的 谁说我说 连同你的意志 一并完成 各位村中长老 四年前独障动荡 以致拳手试炼一直未能完成 今日 桑梅请求各位长老 恢复选拔新拳手之仪式 准许 村中侍领者若有意成绩独障全手 需通过天赋测试 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 桑梅可愿参加试炼 我愿意 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 没有啦 阿游哥 我们都看好你 对啊 阿游哥 你一定能通过的 你们 桑梅 试炼者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 由全眼选择下任全手 但如今只你一人 这种情况历代未见 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游一起去 好吧 这次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 真的 但考验你必须独自完成 是 阿游哥 加油啊 谢谢你们 莫大哥 如果你在的话 在行动之前 我要先交代几句话 毒账权虽有天下万解 但也有天下万毒 有不少毒物 是外界前所未见的 若不小心 会酿成大火 你们要紧跟着我 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以防发生意外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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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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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